1978年2月22日 当时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 亲自为制作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主持启用典礼 这座全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 从2019年5月开始进行大规模装修 今年1月份已竣工并重新对外开 这是有史以来的大规模 目的是要发挥亲真寺作为穆斯林礼拜场所的最大功能 在建筑设计 艺术以及美观也做了一些改造 亲真寺的外观比起之前更整齐 更舒适 还增设地下停车场 绿色园区 还有大型舞台 亲真寺周围已成为无障碍环境 为执掌人士带来便利 包括设立导盲线 轮椅专用电梯等设施 不只是外观 室内的主要空间安装了3500颗LED灯 加上每一个角落写有阿拉伯书法的装饰品 让亲真寺更加庄严 原本的柱子和圆顶依然保留原貌 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 由基督教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在1950年设计 而且这座亲真寺的存在 象征着印尼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大海新闻印尼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